中国女排为什么能赢?莫里斯一句话点破玄机,除了郎平别忘了她,中国女排在本次世锦赛,成功晋级六强,并在六强的小组赛里,先赢美国,再赢荷兰,成功在晋级四强,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国女排的失利,尽管当时再赢了美国之后,中国队进入四强就已经稳了,但是中国队依然认真对待比赛, 把每一场比赛都认真去打,在这次赢了荷兰之后,荷兰队也是对中国女排做出了很高的评价,荷兰队的教练也表示上场前,他就知道,中国队不会流利,他很尊敬郎平,认为郎平是世界上最好的教练,在莫里森看来,中国女排是四强中最有经验的球队, 他们在里约奥运逆袭夺冠,在上线世锦赛闯入决赛,在世界杯登顶,当然他们也会输球,但是输球之后他们懂得如何赢得关键战,确实中国队是一个很棒的球队,虽然我们也有过输球,但是我们仍会总结经验,而且认真对待下一场比赛绝不气馁, 莫里森说,郎平是全世界最好的教练,为什么我尊敬他,因为我知道,他每场比赛都想要赢,绝对不会放水,这也体现了我们中国队的女排精神,郎平真的是很棒的教练,从他担任女排国家队教练以后,国家队就一直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, 但是其实除了郎平以外,还有一个人也为我们的女排做出了很多的贡献,他就是赖亚的赖亚文,是作为中国女排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最著名的球星之一,在退役之后,赖亚文从1999年起,赖亚文担任中国女排助理教练,从胡锦到陈中和再到现在的郎平,赖亚文见证了中国女排从底谷到辉煌的全过程,赖亚文在成为教练助理之后, 一点也没有懈怠,他可以说是球队里的知心大姐队员们训练,他就当陪练,队员们休息,他就帮忙做思想工作,开导每一个人,在队内他照顾好每一位球员,经常因此忙得不分昼夜,在训练场上他很严肃,但是每次当球队获得荣誉的时候,他总是走到后面,不追求荣誉,没名,很让人敬佩,虽然郎平才是球队的主教练, 但是赖亚文的付出也不少,所以说除了郎平以外,他也是球队能越来越好的一大因素,现在女排与意大利的比赛,已经定在了北京时间10月19号,总决赛也即将到来,希望女排可以好好休息,调整好自己,到时候就发挥出自己最好的一面,全力以赴。